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3月7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天一共有8场比赛 几只争贯流量豪门纷纷出战 快船在一栋落后火箭20分的情况下 下半场完成大逆转 特别是第四节,哈登和伦纳德统治比赛 3后哈登被记者问到赛程艰难和体能下滑问题 哈登的回应是 我从未考虑过缺席比赛 我很想利用我在场的优势,影响比赛 而胡人和国王的比赛更曲折 胡人第一节就火力全开 第二节直接被国王打崩盘 而整个下半场,胡人防不住福克斯 福克斯各种军训胡人球员 蒙克弹无需发 蒙没面对萨波尼斯,也直接压火 生涯0-9,撑不起胡人内线 最终胡人120比130完败国王 詹姆斯早早返回更衣室 洛杉矶媒体透露,疑似有伤情出现 本塞季两队的三次交锋 胡人全部告负 詹姆斯解锁4万分里程碑的那场球 胡人连续8次输给绝筋 当时有球迷担心胡人季后赛碰到绝筋 而三次布地国王的经历说明了一件事 胡人还没资格担心绝筋 如果他们过不了国王这一关 可能连季后赛的门票都拿不到 和前两次输给国王相比 这场失利是完全不同的剧情 前两次交手 国王都在首节就占据主动 去年10月30日的第一次交锋 国王首节41比28赢了13分 去年11月16日的第二次交锋 国王首节38比25赢了13分 而这一次首节领先的是胡人 他们在第一节37比28领先国王9分 最多是领先19分 不同的开局却带来相同的结果 前两次交锋 胡人都在填首节的坑 一次追到了加时赛一汉高负 另一次彻底没能追上 输掉15分 而这次较少 胡人最多领先19分 最终却输给国王10分 他们在第二节就单节输给国王24分 下半场缩小了一些分差 但也未能逆转成功 詹姆斯迎来生涯第1477场常规赛 超越爵士民宿卡尔玛隆的1476场 独占历史出场输的第六位 在这场比赛中 詹姆斯的胡人生涯总分 也解锁9000分里程碑 成为胡人队史的第13人 可是 里程碑再次变成里程碑 胡人大不过绝筋 一方面是约基奇和穆雷的挡差 还是胡人的痛点 另一方面是绝筋第四节的表现 对胡人的优势很大 那么胡人为什么打不过国王呢 综合这三场比赛的情况来看 国王在内线得分和替补得分方面占据优势 就拿今天这场比赛来说 国王的内线得分高达76分 而胡人是50分 国王的替补得到50分 而胡人替补只有18分 其实 国王和绝筋还有点像 那就是两队都拥有一个三双形的中锋 此前曾有妹妹点评萨波尼斯 打胡人式的作用 就类似于越基奇 两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比如 本赛季三双次数排名第一的是萨波尼斯22次 第二就是绝筋的越基奇19次 在中锋位置上 场均主攻最多的是越基奇9.2次 排名第二的就是萨波尼斯8.4次 篮板方面 萨波尼斯场均13.4个篮板 高局联盟第一 而排在第三的就是越基奇12.3个 今日对胡人一战 萨波尼斯又打出了非常全面的表现 贡献16分 二是篮板12主攻 他的个人证负值是加11 也是国王首发5人中最高的 一项数据更扎心胡人 萨波尼斯生涯9次和农妹交锋 9胜0负 农妹还没赢过萨波尼斯 胡人担心绝境成为季后赛首轮对手的前提 事先打进季后赛 但按胡人目前的表现来看 他们大概率躲不过富家赛 那么 一个糟糕的消息就是国王目前也在富家赛区 要是在富家赛碰到国王 胡人能不能闯过这一关 胡人不但要担心全面的萨波尼斯 而且要担心福克斯那时候也跟不上的速度 还有替不惜上那张熟悉的面孔 身为胡人旧将的门客 在三场替不出战胡人的比赛中 两次得分20加 今日更是有26分5篮板8助攻的出色表现 门客的个人证负值是全队最高的加19 赛季至今 只有两支球队和胡人至少交锋三次且全胜胡人 一支是绝金 另一支就是国王 在担心绝金之前 胡人很可能要先点亮 点亮自己能不能闯过国王这一关 而勇士35分大胜 熊路和勇士的比赛一波三折 勇士上半场一度拉开22分分叉 库利加库明加加克来主导比赛 保罗的穿球赏心悦目串联提升全队 但第三节熊路突然觉醒 并一度追上比分 关键时刻 戴威斯连续赤饼爆扣 并且在防守端 松字母哥三季大帽 哥哥精彩 勇士终于稳定住节奏 而第四节 库明加联合波杰和戴维斯继续拉大分叉 随后追梦格林和库利的四季三分球 彻底打化比赛 上一场对阵绿军的比赛 库利表现十分低迷 十三投而中紧得到了四分 再后 舆论压力扑天盖地而来 甚至还有人觉得库利可能会一蹶不振 昨日 库利在球队训练结束后表示 自己没有受到上一场比赛的影响 依然会带着自信出手每一次投篮 相信很快会反弹 这一场 库利说到做到 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仍然是那个历史最强三分手 诠释了超级球星的调整能力 除了库利外 勇士前锋库明加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出展25分钟 14投9中 三分球四中二 空下20分四 篮板二助攻二 抢断三盖帽的全面数据 全场比赛 库明加存在展示足 反击飞口 空间暴扣 不防盖帽 无处不在 掀起了一股青春风暴 也给予了库利强而有力的援助 其实 今天的比赛只是库明加进来好状态的一个缩影 过去无场比赛 库明加四次砍下20加 仅一场命中率低于5成 现在看库明加的比赛能明显感觉到 从球上意识到临场判断 库明加都有了全面的进步 可以预见的是 只要库明加能继续保持谦逊积极的心态 再加上勇士管理层的青睐有加 库明加将成为勇士未来的领军人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勇士之所以赢球 也和蒂布西上小将戴维斯的一军突起密不可分 他进出战18分钟 八头七中 八球二中一贡献了15分6篮板四盖帽 其中三次盖帽送给了熊鹿当家球星 身体素质爆炸的字母哥 与其对位时非但没有怯场 反而让字母哥打得十分狼狈 同时 戴维斯在进攻端也是活力满满 多次送出爆扣 振奋军心 可以说勇士今天若开庆公宴 戴维斯配得上坐在主桌 而在去年的选秀大会上落到57顺位之后 TJD曾发推 我跟你们保证 你们肯定会后悔的 赛后 小佩顿称赞了TJD的表现 我跟你保证 其他球队已经在后悔了 赛后谈到本场比赛自己多次封盖字母哥 TJD说道 赛前我看了一些哥里分防守字母哥的比赛录下 他的防守真的很棒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位出色的球员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把握时机 努力去抓住时机 我成功地盖了他两次 然后迅速推转换 我们可以完成盖帽 然后迅速去打转换 球队有保罗 库里和克莱 这些家伙能吸引防守 给我提供了容易的得分机会 所以我只是试图为球队带来能量 而谈到本场比赛TJD的表现 库明家说道 TJD今晚打得很棒 他在攻防两端做了所有的事情 他能得分 能抢篮板 能盖帽 他影响了比赛 并且帮助我们赢得了比赛 而勇士主帅科尔接受了记者采访 谈到TJD 他说道 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他 我们必须给他更多的上场时间 让他为季后赛做好准备 因为他需要不断练习 他需要更多的上场时间 科尔还表示 随着TJD获得更多上场时间 他们的轮换将会从11个人减到9到10个人 从科尔的话中不难听出 戴维斯将获重用 甚至可能成为勇士头号内线替补 作为一名次伦莫维才被选中的大龄新秀 且在赛季前中期上场时间不稳定 甚至常常被DNP 但是戴维斯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努力在训练和有限的上场时间里表现自己 如今他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这也在此证明了那句老话 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而对于TJD追梦说道 我们第二阵容运作得很好 特别是保罗和TJD的组合 他俩简直就是炮弹组合 在保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一个非常有效的战术 就是让他和一个威胁性极强的大客子球员搭档 只会打开对手的防守 他今天和TJD配合得很好 他们的表现真的很出色 还有 穆迪正在重新融入球队 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觉得我们肯定在这个阵容中 找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未来勇士队的内线支柱 毫无疑问是小杰克逊戴维斯 如果勇士队选择让格林打四号位 那么小杰克逊戴维斯 就是首发五号位的最佳选择 可能从下赛季开始 小杰克逊戴维斯就会直接完成上位 他就会慢慢地让自己的场均上场 时间来到三十分钟左右 为什么怀斯曼在勇士队打了这么多年 却没有打出来 而小杰克逊戴维斯在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赛季却已经打出了名堂呢 这会跟结底是因为 两个人对于比赛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小杰克逊戴维斯更加聪明 在场上对于战术的理解更加透彻 知道如何跑位 知道如何防守 而怀斯曼无论如何学习都领悟不到精损 在勇士队这支球队打球 如果你足够聪明 那么你就能够在这支球队当中生存 另外击败实力强劲的熊鹿 刚勇士上下恢复了自信心 他们冲击季后赛席维的形式也变得很有力 如今勇士只落后西部第八的独行侠0.5个胜场 落后西部第六的太阳2.5个胜场 勇士的胜余赛程还是相对有力的 比胡人 太阳 国王 独行侠都要轻松 接下来三场比赛 勇士将打公牛 接着两战马刺 这是他们继续提升战绩的好机会 不过勇士胜余赛程要两次和胡人交手 三次和独行侠交手 这五场比赛的结果将很大的影响西部排名 至少现在来看 勇士的形式是利好的 毕竟现在勇士兵抢马撞 终 sich到达了